如果你喜歡拉樂團的話 我有五個提示給你的 頭三個提示在這條影片已經講過 第一就是你要很熟你的部分 不僅是旋律的樂句 一些Harmony也應該要很熟 第二就是戴你的鉛筆和擦膠 第三就是要多點去看和去聽 第四樣你應該做的就是 指揮說了什麼 好好地清楚寫下它 有些指示 因為一個樂排練就算是多長的排練 三個小時的排練 到第二天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忘記了大半的了 當指揮告訴你我想這個樂句是怎樣表達的時候 寫下它 不要因為如果你是strength players 不要因為你坐在外面 你見到inside player 動都不動 然後你外面又真的跳在那裡 我希望我寫的東西是對我旁邊的desk player 都有用 如果我清楚這樣寫的話 那最低限度我下次拉的時候 我是拉得回現在指揮所想要的效果 如果不是樂團的曲 如果是你自己solo的作品 你要去比賽或者是去考試 你拉這一首曲 你總會有一些要求自己寫下去的 是不是 可能哪裏大聲點 哪裏要快點 哪裏要放鬆點 哪裏不要那麼心急 你都會寫下去的 為何自己的樂曲你會這樣做 為何去到light orchestra的樂曲 你就覺得不用做呢 為何呢 即不應該有這個分別的 千萬不要遲到 你甚至是應該 早到最少10分鐘 你早到其實 都是等自己可以多些時間去適應 就算你已經不需要 warm up 你覺得你打開琴 一拿起琴 音又不會走 怎樣走呢 一拿起琴就可以拉了 但是你會不會去到排練的地方 你想給自己有些時間去喝杯水 去洗手間 在日本呢 如果你是 突藥的樂手 假如 你不是在預定排練的時間 之前一個小時 已經坐定在那裏 去warm up的話 對不起 不會再下次 是不會再叫你來 這兩集所說的五個tips 不是一些什麼很高深 要考到八級 其實沒有一樣 我所說的tips 是需要你考到演奏級才能做到的 純粹是你有多重視 你拉著的樂譜 你有多重視Orchestra Ensemble 跟其他人一起去玩音樂的這件事 其實是 如果你有重視的話 你自然會想留意多些 你會想聽多些 你會想看多些 你會想組很多道 你會想準備好 然後再跟其他人一起演奏 我覺得這樣 其實如果能夠多些人是做到這件事 即使是Rehearsal 就算你Rehearsal很多次 或者每個Rehearsal 可能是兩三個小時 你仍然會覺得 都幾有趣 不知道你又覺得 哪一個tips 對你來說是最有用呢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我是葉兆希 下一集 再跟大家見面 你喜歡我的